中国制造,中国创造,中国建造共同发力,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。 中建四局持续科技创新,助力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,推动数字建造,智能建造,绿色建造,建筑工业化技术,在中建四局科创大厦项目示范应用。 项目运用自主研发的数字建造管控平台,基于加工级精度,闭母模型和全过程业务流程。 构建包括指挥中心,闭母协同管理,资源管理,双碳管理,CM加等九个模块的管理架构。 基于高精度闭母模型提取工程量。 对比现场智能监测设备自动采集的资源进出厂数据。 实时反馈模型量与实际量差异。 实现资源全过程动态管控。 开发面向城市CM平台和项目管理业务联通的CM加模块。 与城市CM平台的规划报批,正向设计,闭母审查,施工监管,竣工验收等业务数据互联。 实现正气融合监管。 制定基于并母模型的工程量清单计量和计价规则。 按摩施工与验收。 按摩计量和结算。 实现一模到底全过程造价管控。 项目应用自主研发的智能云端建造工厂,集成轨道式建筑机器人,打造类工厂化工作环境,形成轻量化、标准化智能装备产品。 云端建造工厂,应用八款智能机器人进行作业。 钢筋抓取机器人与转运机器人协同作业,实现钢筋自动抓取、立体运输。 开合模机器人实施强体模板开合作业。 混凝土布料机器人,震导机器人,整平与抹光机器人,进行混凝土的精准布料。 自动震导,高精度整平抹光作业。 巡检机器人,开展立体安全巡检。 云端建造工厂,布置5G基站和分布式中继路由,在多遮蔽、强干扰环境下,组建高精度、低尺岩、全覆盖通信网络。 实现了云端建造工厂的实时感知和智能管控。 设计可变构建单元,形成大空间的办公和休息区域。 集成通风降温系统。 机器人轨道系统。 形成人机协同的内工厂化作业环境。 开发KT-1600形横架单元及组件。 设计高承载力标准支撑力柱。 构建标准化率97%,结构用钢量0.47吨每平方米。 形成轻量化、标准化的云端建造工厂产品。 项目运用自主研发的双碳管控平台。 开展施工全过程碳排放数据的统计及动态监测。 分区域设置智能水表电表。 实时采集用水用电量。 分阶段计量建筑垃圾。 动态采集材料消耗。 实时换算碳排放并指导减碳措施。 采用电弧炉工艺低碳钢材。 高比例双参低碳混凝土。 光伏遮阳一体化木墙。 全热回收空调机组等材料和设备。 降低建筑物化的碳排放。 采用可周转的光处直柔模块化零件。 施工机械电气化、直流化。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技术。 减少施工过程碳排放。 我们将不断创新绿色智能数字建造技术。 为高质量建造,贡献四局力量。